旅客火氣超大罵不停 春節飛去越南復國島度假 没想到却在当地被丟包 带团出国的旅行社年代旅游 和当地导游领队的WINNER 国际旅行社发生精神纠纷 WINNER说年代旅游一月三十一号 就该缴清款项 可是二月九号出团前 连十分之一都还没收到 决定不接团 年代旅游承诺剩下的前 二月二十六会复完 也认为经济三方见证 双方已经立书同意 但WINNER强调没签字 从来没答应 只是当上百名台湾人 飞抵富国岛 基于人道主义还是好好接待 不过年代旅游并竟前没缴起 WINNER才会跟旅客收费 年代旅游说法大响徑庭 深圳WINNER是因为客人 反映冷冻鱼才改口 说要收回团款 可能在一些认知上的一个 一个差异点 所以导致说 在递接的部分 他们觉得是说 可能是怕收不到款项 他在带风向断章取义 可以把好的东西之截取 觉得可以讲成不好的东西 那一小段 来这样做成文章 如果恶意要搞他的话 那我可能二月十号 我就不知道派车就好了 事情闹大之后 交通部观光署 住胡适民事办事处 也致点关心 强调以旅客安全为优先 旅客也反映找不到地方住 让唐凯决定 请导游把292名旅客找回来 走完行程 但要不要的到钱 他也不知道 甚至爆料航空业者说 年代旅游至今还没付包机费 如果13号还没付钱 14号返台包机恐怕不费 双方争议如果不能好好解决 牺牲的还是旅客权益 华尔新闻最统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 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